好,新闻焦点回到台湾 2012台湾大选将近 不只是台湾的民众关心 也引起了海外人士的高度关注 大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 7号在高雄观察南部地方的选情 曹长青表示 台湾的选情反映出的民主价值和制度 也将会是未来中国大陆的最佳典范 6号,长期关心台湾问题的 大陆旅美政论家曹长青 特地为官选从美国飞抵台湾 第一站选择高雄 曹长青表示 台湾选举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并不是选举结果的输赢 而是台湾选举的方式与制度 以及候选人以民为主的鲜卑态度 带给中国民众很大的启示 中国大陆背景的人出来来到台湾 看到满街的竞选骑士 满街喊着动算 也就是台语说的当选 你这个谁当选还不是这么重要 是这个制度在当选 这个民主的制度 给中国人树立一个榜样 我觉得这个是给人很强烈的一项 尤其那个候选人 不管蓝的绿的 遭到各决是败票 请你赐给我一票 这个败字 这个赐字 给中国人强烈一个启示 为什么 人民是主人呢 你不做好 没有好的证件 我这一票都不给你 曹长青说 两岸问题不是统独问题 而是民主与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比 今天说台海两岸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专制吗 专制什么 代表性就是清算 台湾是民主吗 民主代表性是动算 那今天哪一个价值 应该统一中国呢 应该有动算的价值 那不久前 我听到一个上海 一个企业家跟我说 他说能不能让台湾来统一中国 让台湾的动算来统一中国 其实这个代表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台湾大选进入倒数时刻 候选人请托民众的画面 透过现代传媒将讯息传播到对岸 让中国人再次深刻看见 台湾民主点滴 新台年视力宏观 失忆军台湾高雄 咱们到